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该日太宝 我们接着来讲二战中的弗拉索夫 苏联方面关于弗拉索夫被俘的第一份正式报告 是情报人员普罗库金在莫斯科写的 报告的日期是1943年4月1日 根据报告的内容显示 普罗库金在1942年7月看到弗拉索夫和几名德国随从 乘车前往文尼查 于是呢,他和同伴一起跟着弗拉索夫去了文尼查 弗拉索夫认出了他 那么普罗库金就谎称自己在文尼查车站担任金属锻炸工 在聊天中,弗拉索夫亲口承认 他在被抓的时候就已经声称自己是 苏联红军第二突击集团军指挥官 陆军中将弗拉索夫了 1942年7月,正是弗拉索夫刚刚被俘后不久 普罗库金预念他的时候 应该正是弗拉索夫被转押到文尼查战俘营的途中 1943年4月16日,基于普罗库金的报告 苏联干部管理总局发布了第33号命令 将弗拉索夫在红军军官干部列表中除名 苏联方面在1943年4月份 才对弗拉索夫做出了正式的决定 而早在此前很久 弗拉索夫叛变投敌 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消息已经证实 弗拉索夫也就成了苏联方面的死敌 如果说之前 只是写写传单的他还可以选择放弃 那么这个时候 就算德国当局明确拒绝他的建议 他也只能坚持下去了 今晚希特勒在1943年6月8日的 贝格后夫会议上明确拒绝了弗拉索夫的要求 但战争的客观形式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随着斯坦林哥勒战役的结束 保罗斯所指挥的第六集团军全军覆没 到了1944年 苏军已经打到了德国东部 德军此时的节铁败退 给了弗拉索夫带来的机会 从战争一开始 德军就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许多官员开始从占领区中征召劳动力 从事生产活动 从纳粹的东方政策中可以看出 纳粹高层对于斯拉夫民族极为歧视 从一开始他们就认为 应当把斯拉夫人变为日耳曼人的奴隶 为德国的征服行动服务 希特勒曾经明确地说过 如果我能得到俄罗斯工人 这对我来说将会更有利 那时我可以让德国人摆脱工作 秉承着这一思想 自1942年春天之后 德国当局就开始从苏联占领区中 大规模的征召劳动力 这些人被称之为东方劳工 东方劳工有的在占领区内从事生产活动 直接支援德军的战斗 有的被运往苏联境外 随后他们中的有些人 会被卖给私人农场或者家庭做故宫 有的则在德国政府的企业矿山中工作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行争调的 弗拉索夫在德战区旅行之后就曾经描述说 地方警察会在任何地方将他们发现的人抓走 经常是在晚上闯进居民的家里 把正在熟睡的人抓走 或者是在电影院里把人们抓走 并用船将他们运走 甚至不允许他们与自己的亲人道别 他们被锁进汽车里 没有衣物 经常连鞋子也没有 这种行为在当地人中产生了厌恶恐惧和愤怒 许多人因此做了土匪 或者选择自杀 只有患病的人才能从德国返回 这些劳工的工作环境同样非常糟糕 来自文尼查的一位名叫安娜 彼得鲁深刻的姑娘为一名德国女地主做用人 她每天要打扫16个房间照看5个孩子 而且被经常换作俄国猪 来自基辅州巴班斯克区 苏什基辅卡村的叶卡杰琳娜·库尔干 则描述说 她在德国被以15马克卖给了农场主奥托·雅卡什 她不仅要从清晨一直干活干到晚上 而且还没有自己的名字 只被换作55号 来自库尔斯克州的居民库兹明讲述说 她在西里西亚的一个矿场干了两年的活 她被强迫每天干12个小时的活 没有休息日 给他们喝的是西州 发200到250克的面包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饿得腐肿 每天有几十人死去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 德国开始在战俘中征招劳工 截止到1942年7月 有超过20万苏军战俘做了劳工 截止到1943年春天 战俘劳工的数量 越至36万8千人 到了1944年中期达到了顶峰 最多的时候有75万人 和其他的战俘相比 苏军战俘劳工的待遇低得可怜 在有些地方其他战俘工作一天 可以得到70分尼 而苏联战俘却只能得到35分尼 在进行了特别奖励和扣除之后 苏联战俘所得的份额 依然大致相当于其他战俘的50% 而对于苏军战俘的虐待行为 从来就没有彻底跟除过 即使在战争最后的几个月内 当苏联红军日益逼近的时候 战俘们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 向其转移 又有数千名战俘被残害 东方劳工非常清楚 德国当局对自己的面试 但他们别无选择 面对这样的环境 他们更加认同俄罗斯同胞弗拉索夫 1943年 弗拉索夫游历了德国南部和奥地利 其间他们在巴伐利亚的乡村公墓上 遇见过一群东方劳工 劳工们认为弗拉索夫 现在是德国境内的俄罗斯人的管理者和保护者 正是由于他的保护 这些劳工们的生活待遇 在最近几周内才有了改善 由于东方劳工数量的增长 尤其是在战争的中后期 德国的工农业生产 要仰仗这些劳工 希特勒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 必然会有所收敛 而东方劳工普遍认同弗拉索夫的领导地位 这就为弗拉索夫的活动 造就了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弗拉索夫本人原本就有较高的威望 而他写的传单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德军将领科斯特林 是东方军的一名负责人 他在战后备忘录中陈述道 俄罗斯解放军称号的兴起 是想要让东方志愿军 具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而令德国当局没有想到的是 这种共同体的感觉深入人心 很多东方志愿军开始认为 自己是在受扑拉索夫的指挥 他们在自己的军装上 缝上了俄罗斯解放军的标志 扑拉索夫在1943年 两次在德战区中旅行 一方面改善了德军战略区内的秩序 另外一方面也让德战区的很多居民 对以弗拉索夫为首的 俄罗斯解放军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由于担心东方志愿军 长期和当地民众结合 会对德国的统治不利 在1943年中期到1944年初 德国当局把大批的东方志愿军 调离东线 这对于弗拉索夫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原本指望这些部队能够统一起来 由他指挥 达本道夫特别赢 一直是以推翻布尔什维克 解放俄罗斯家园作为口号 现在呢 这些军队被调到了 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战场 解放家园也无从谈起 宣传口号变成了一句空话 弗拉索夫要想维持自身的威望 就必须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1943年10月17日 志愿军报刊就登载了 他写给俄罗斯军官和士兵的一封信 信上写着 无论俄罗斯解放军的人 驻扎到哪里 他们都会保持着俄罗斯解放运动的思想 接下来弗拉索夫还说 为了我们的利益 我们要对抗英国人和美国人 而最重要的是对抗布尔什维克 俄罗斯解放军在西线是保卫着欧洲 1944年3月8日 志愿军报又刊登了日联科夫的演说词 日联科夫此前在欧洲西部进行了旅行 参观了掉到那里的俄罗斯志愿军 他说通过组织和军事训练 我们在西线的部队一定有了很大的进步 达本道夫特别营在宣传中 始终采用诸如我们的部队这样的词汇 让人感觉似乎真的存在着 一直属于他们的军队 这支军队是全体俄罗斯人民的代表 弗拉索夫则是这支军队的统帅 这种宣传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但实际上 这支统一的俄罗斯解放军根本不存在 1944年出版的一份名为 达志愿军报编辑50问的小册子中 集中反映了有关俄罗斯解放军的 现状问题 其中第九个问题就提到 德国政府承认俄罗斯委员会和弗拉索夫将军吗 回答是 与英国和布尔什维克相反 德国政府拒绝建立一个准政府 第十个问题问到 弗拉索夫将军会直接领导俄罗斯解放军吗 回答是 俄罗斯解放军正与德国武装力量一起 对抗着共同的敌人 他将接受一个德国核心的领导 可见俄罗斯解放军当时并不是一支统一的力量 不过是分散在德军中的小规模的志愿军部队 而这些分散的部队并不接受弗拉索夫的指挥 但是随着宣传工作的开展 弗拉索夫的威望越来越高 德军中的俄罗斯志愿军 相信了达本道夫特别赢的宣传 这也为弗拉索夫日后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纳粹党委军是希特勒最信赖的卫士 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 由于德国国防军和希特勒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希特勒开始大力发展党委军的力量 党委军的地位空前的提升 而党军的首脑海里希希姆莱 也成为了德国当局中最具实权的人物 希姆莱非常的厌恶弗拉索夫 1943年10月14日 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说过 弗拉索夫先生 他所宣称的德国人不可能征服俄罗斯 只有俄罗斯人才能征服俄罗斯 这种观点是危险的 这种论断表现出 他是一个蠢猪式的人物 那么尽管如此 党委军从来就不缺乏外族人员 曾在武装党委军中服过异的 有91万人 其中有近一半或者是更多的人 是外国人或者是非德意志族人 随着战事的发展 很多党委军的军官 也认识到了东方政策的荒谬 早在1941年 一位名叫比特里希的党委军军团司令 就曾经宣称海里希 也就是希姆来的话 完全是胡扯 如果我们不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政策 事情就会变糟 而持这种观点的党委军军官并不在少数 甚至在安全部中 也有很多年轻的官员 认识到了德国政策的错误 党委军军官 金克达尔区恩对弗拉索夫的帮助很大 这是一名年轻的知识分子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 他在东线指挥一个战地记者营 这个营后来扩展到了一个团的规模 他在34岁的时候 就成了党委军中最年轻的上校 达尔区恩曾经是纳粹思想的坚定的拥护者 但是残酷的现实 使他不得不重新进行思考 他深受希姆来的器重 可以直接和希姆来进行联系 他在报告中提到的 有关党委军官不满的内容影响很大 1943年11月 达尔区恩向希姆来提出了一份报告 要求改变东方政策 并且利用以弗拉索夫为首的 俄罗斯反对派力量 希姆来同意了这一建议 但是呢 因为他讨厌弗拉索夫 所以他要求达尔区恩 寻找另外的带头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达尔区恩马上就赶回了柏林 就人选问题 请教格罗特将军 格罗特将军向他推荐了 日莲科夫和纪科夫 而在这两个人中 纪科夫的影响力更大 达尔区恩立刻在柏林 召开了一次讨论会 与会的就有 纪科夫 日莲科夫 施特里克菲尔特等人 达尔区恩向他们坦白了自己的意图 宣称要努力改变德国的政策 然而在这次会面后不久 纪科夫就神秘的失踪 纪科夫失踪之后 日莲科夫接管了领导工作 但他本人无意取代弗拉索夫的领袖地位 1944年7月16日 达尔区恩在柏林会见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要求把分散的志愿军部队联合起来 由他统一指挥 建立一个俄罗斯民族委员会 由这个机构在战俘和东方劳工中开展活动 建立一个俄罗斯政治和军事的指挥中心 这个中心可以向全世界发表宣言 表达自己的意图 第二天呢 达尔区恩就把会谈的内容报告给了希姆莱 希姆莱决定在7月21日会见弗拉索夫 而就在会见的前一天 国防军部分高级军官发起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行动失败之后 大批军官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镇压过后 党外军的地位进一步的加强 对于弗拉索夫来说 获得希姆莱的支持 成为了他唯一的机会 那么这次见面几经推迟 终于在9月16日举行 会上弗拉索夫指出 广大苏联人民痛恨布尔什维克政权 尽管苏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 但只要出现一支俄罗斯解放军 战场形势就会立即发生逆转 弗拉索夫认为 他自己最适合领导这一行动 因为他既不是战前出逃的反革命分子 也不是阵前投降的叛徒 而是经过奋战之后不幸被俘的战斗英雄 希姆莱和他还谈了其他一些问题 当希姆莱问到图哈切夫斯基失败的原因的时候 弗拉索夫宣称 这是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同样没有获得群众的支持 弗拉索夫认为 如果释放德军战俘营里的苏军战俘 和工厂里的东方劳工 那么就会出现一支庞大的俄罗斯解放军 但考虑到德国的经济运作 希姆莱拒绝释放东方劳工 但同意以弗拉索夫的名义 改善这些劳工的生活状况 通过这次会面 希姆莱对弗拉索夫的印象有所改观 他承诺会支持组建一个俄罗斯临时政府 和俄罗斯解放军 而就在一年前 希姆莱还把弗拉索夫称之为蠢猪式的人物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芥蒂 很难在短时间内清除 会后希姆莱对弗拉索夫仍然是心存疑虑 他有身边的人时刻注意弗拉索夫的举动 此外呢 他并没有将自己承诺的事情报告给希特勒 此时已经是东普鲁市地方长官的科赫 禁止在东普鲁市提及弗拉索夫的名字 他还解除了当地东方志愿军的武装 而罗森贝格仍然沉迷于自己的分裂政策 整个行动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当科斯特林将军告诉希姆莱 目前在德军中服役的俄罗斯志愿军人数 是80到90万人的时候 希姆莱首先感到的是恐惧 不过希姆莱也做了一些努力 在他的要求下 盖尔泰宝头子穆勒表示支持弗拉索夫 在这次会议之后 弗拉索夫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其他斯拉夫民族 特别是保加利亚人 斯洛伐克人 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 都派出了代表 试图和弗拉索夫取得联系 那么弗拉索夫这个时候 才真正开始筹划开展行动 那么接下来 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临时政府 和解放军的组建工作 才真正开始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